哈喽大家好,我是永恒,那么很高兴,又来见面了 今天给各位带来一个三国战机二代的一个群雄争霸 咱们来看一看这个貂蝉打的一个秒杀 这个是来自于咱们的这个爪脚的大神啊 叫做猛治常态 他有这个外号呢叫做秒杀王猛治 非常掺杀秒杀的一个造型 好,出门呢,傻狗过来 这个位置呢,傻狗是不秒的 咱们就看看 因为他必须是个第一关手底boss 先给这个傻狗呢,来一顿这个天女算花加6A的一个连段 最后呢,把骨索装出来 这个骨索呢,对于后续的秒杀是非常有帮助的 这个调查的秒杀呢,简单给各位介绍介绍啊 他主要是靠什么呢 靠这个加油啊 那招呢,来把这个爆气 把连段堆高 然后呢,再连段到100连以后 这个伤害保护呢,就会取消 然后呢,在百连之后呢,再打这个 下上币的一个这个叫什么 叫什么币杀 蝶舞啊 是不是叫蝶舞啊 我这个二代的名不太熟啊 就打下上币的那个币杀 就是那个大不让往天上一推那个 最后呢,第一关呢,收过杀骨令牌 因为呢,这个援军令 在这个版本里边呢,可以这个破解这个四召意识 让你呢,可以再四召意识的之后 用援军令呢,再打出一个四召意识来 这是要减这个援军令的原因 这里直接跌5了吗 不,直接下游了吗 咱们来看啊,这个位置上要打一个摊分吧 应该是想最后打个这里不 不对啊,后边打分也能打啊 咱们来看啊,炸弹 然后,直接是下上A 暴击状态连续上A 然后呢,空一个暴击时间 往后就不要暴击状态了 哎,没打伤 真是不赖我吧 好,之后呢,这个秒杀从第二关开始啊 马上呢,就要开始精彩的秒杀了 各位呢,如果喜欢我做的这个视频 记得呢,免费的赞,帮忙点一点 然后呢,还没点关注的兄弟呢 点一幕关注就OK了 好,那咱们来看啊,这个第二关 哎,这条杀还能照镜子啊 每每搭 好,没完之后呢,第二关 记息,那哪 操人 好,调了一个顺德兵法 顺德兵法的话呢,是power up 主要呢,是增加一个攻击力 来了,power up,爆气 血包,起手 然后呢,AB,带下场A 最后呢,可以看到调了个杀狗令 准备一会破招 最后呢,继续再下场A 再下场A 好,准备破招,四招打完了 破招于是,再换回来 然后呢,再打下一个41 看见了吧,连段已经堆称这个100了 一个,两个,三个,再见 看半招 后续到100连以后 只要用这个下场B这个技能 就是放学 这样呢,直接秒杀一个 曹人,瞬间抬走 OK,咱们来看一个这个 白嫖怪啊,司马仪 存白嫖的一个秒杀 来了,司马仪登场 看场呢,是先把司马仪带着 小兵里的清掉 打司马仪的好处呢 一,司马仪是一个可秒对象 二呢,就是打完司马仪以后 这个张和的战场呢 就张和老哥自个儿 这样的话呢,就没有这个梦获搅局 这是打司马仪的好处 另外呢,打完司马仪呢 还会多一个这个,呃,power up 刚才那个孙子冰法 好,这里呢,清掉了所有的小兵 然后呢,准备 等下波提打兵 给他往后啊 这波是后退的兵 来了,准备洗手 哎,天女,开始踩,开始踩,开始踩 这里就不用再多看了吧 一直踩的无限连 咱们呢,就给各位倒一倒 好,伴随着倒一倒呢 咱们呢,直接就把这个司马仪踩死了 然后呢,司马仪死 咱给这个道具呢,都捡一捡啊 咱们呢,直接就来咳一咳 这个张和,也就完事了 好,张和这里落地 把这个阿斗一爆 然后呢,这里呢 咱们就可以这个撞击张和救阿斗 但是咱现在不需要 咱现在要得秒杀 不需要装阿斗 不需要装阿斗 之后呢,给各位倒一倒啊 因为呢,勾引小兵的时间太长了 咱们直接看起手 雪猫不过后 之间呢,冲过了天女 这里呢,没有选择暴气 然后呢,在毒气溜位之后 选择了暴气 调了一个冥冰测 一会儿准备看兵用 这里可以看到是吧 再下场A 小兵就要靠近了 之后,冥冰测 同时中酸一招 好,破招 寡风 来,下场B 下场B 再下场B 送走 非常帅气是吧 雪猫的起手 民兵测的看兵 然后呢,半道利用这个毒气筒 打一个这个 眩晕再起身 再爆气 然后呢,圆军令 各个道具呢,利用的淋漓尽致 OK,这里呢 打这个小兵呢 主要是为了收能量 然后呢,把这个各个道具捡起来 尤其这个玄武啊 非常的关键 咱们继续 第四关 好,直接过来 无过路线 无过路线的话呢 这个有一个吊蚕的柜 比较的好秒杀 这里呢,干净 直接调好孙子兵法 咱们来看一看 干净这里怎么处理 好呗 停定勾引 等干净往下 来了 回去了 这里绕圈了 左边停定走不下来了 他好像是在等这个小兵 把两兵一起 好,直接来 加油 然后呢,火说 带一个下山的一个 这个暴戏的天井看花 好,再来 再来 再来 破招 这里火叔跟那啥没打上 看来火叔算了一招 之后呢,继续够了 连段数堆了100了 框框框三个必杀 直接带走 干净率走 可以看到是吧 直接呢,孙子击手 然后呢,这个 援军令破招 直接呢,收掉了干净 这分数肯定也是够了 远远超标啊 都已经8000多万了 减身干净的一个援军令 加上这个神器 咱们来到下一关呢 无数争霸 咱们来看一看 这个捡完棍之后的 这个吊坛的上海 看啊 暴击之后 这个狐爪 看看这下山A 直接扣了吕蒙 一条血的一半 然后呢,来 三个下山A 明明侧 四个下山A 下后蹲破招 雪豹 换棍 一杀 这身错钮了吧 这什么情况 最后呢,补一个雪豹 补了一个这个命牌 感觉那下山错钮了 这不应该这个 连招的过程中 给棍冷了 应该是一个及时的补救 拿下了这个吕蒙 好 之后呢 黄盖也是可以秒的 但是呢 他黄盖那里失误了 所以说呢 咱们呢 直接就把黄盖在那掐了 咱们来看这个老孙权 好 孙权大哥呢 出门一个电炮 扣大地上了 这孩子脑瓜不太领过 之后呢 因为这个黄盖跟孙权的 距离比较近 所以说呢 这个气呢 也没成满 之后这位置呢 应该是想先控一下大狗 然后来看这个地方 果然过去 把大狗扒了扒了 哎 孙权来了 一个大嘴巴巴 别被打死啊 打死之后就坏了 因为打死之后呢 你给孙权血震掉了 那肯定就免孩失败了 哎 这个位置防御大狗的一个坡 然后呢 准备找位置 起手毒气了 这里给大狗扒了死 还没扒了死 吃完真扛走啊 继续走 停掉 再走 停掉 大狗来了 这是就留他个残血吗 我看好像就留大狗个残血啊 最后换个位置跑 好 又回来了 可看到前面的张和这个停定时间比这还长 这里呢 这些雪暴加一个钱币的取消 然后继续 打个毒气 换棍儿 爆气 再换回来 再挑这个傻狗 然后呢 AB直接再下载 再下载 再下载一下 好换 再把这个啥 再把这个毒气切上 然后呢 好像是想调个棍 我瞅 再下载 换棍儿 雪暴 玄武 喝酒 可以看到是吧 一次性完成 两个道具 然后哐哐就下上臂 再喝酒 下上臂 死 还没死吗 真硬啊 真硬啊 死了 265连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个孙权的这个抗击打能力啊 是毋庸置疑的啊 雪条毕竟厚度跟他摆着呢 一个帅气的265连 拿下了这个老孙权子 咱们来看游戏的最后一关啊 三国归一统 先干这个大象 干这个大象之前啊 先一套四条一世 把这个孟霍 直接呢给他踩掉 四条一世带一个追递 这个呢 也是常用的一个甘宁啊 秒这个孟霍的一个办法 在大象登场之前 正给他逛了呢 之后呢 一套活带走 在之前做这位大神 庞同秒杀的时候呢 也是如此 这么拿下的 身后这位置呢 再换一个甘宁 利用这个下上的毒气 快速的击杀这个大象 这甘宁打大象呢 小外周一卡 直接呢就是吊打 哎 你看这把 大象呢 划不上手 只能爱揍 他下驴啊 咱们呢 下这个甘宁 然后呢 利用这个柜 柜爪 一直下山 没死 再拔了一下 带走 OK 带走这个梦霍之后呢 肯定得横着走 横着往右的话呢 有一个沙木科 作为这个可秒对象 好 咱们的起步 往前 干一干沙木科 好 沙木科呢 把这个桌上下来 先哈哈一波 砸在地面 这帮怪为什么总的 要砸地面呢 地板做错了什么 好 来了 三条血的沙木科登场 直接AB 天女 天女2 反向毒气 AB打过去 然后呢 换棍 爆气 再换回棍 拖一点点时间 然后呢 继续下山A 调好了 杀狗 准备破招 好 四个下山A就位 傻狗 哎呀 搞这次散个 不好意思 查错处了 傻狗 换 然后呢 一个这个兵 之后 下上B 民兵侧 毒气筒打回来 再爆气 少了一个杆宁 然后再向上A 反向AB 暴风卷 换杆宁 打一个新的自一 一个236A割了 再一个A 一个236A带走 好 很轻松 直接带走 可以看到是吧 这一次的话呢 并不是这个连续的堆 这个下山B的一个伤害 而是呢 是加入了这个 下山B以后 原居令的一个输出 好 继续往后 最终的一个boss战 真吕布了 一手加爆现场 所有的道具 都留给真吕布 来了 四条血的真吕布 直接起火术 打爆气 然后调杀狗 开始下山A 再来 好 AB 换杀狗 下山A 可以 最后再下山 连段现在过百了 但是没有气 别着急 选5调好 AB 选5冷 AB 青龙再冷 有气了 好 暴风雪 开始下上B 下上B 下上B 再下上B 长好节奏 别太高 也别太低 再输出 应该快死了 好 261连 居然没有孙权 唐奏 你发现 孙权是265 好 这里呢 就是所有的秒杀 全部结束了 只失误了一个皇干 感谢咱们的秒杀王 猛之大神 带来一个精彩演出 我是本期的解决友 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别忘了帮忙 点点免费的赞 没点关注就是兄弟 喜欢关注 咱们明天 不见 不散 拜拜 拜拜